大家好 正式节目开始之前 咱还是先做一条硬广 在2月24号到3月1号 我们这个巡游项目要带大家到南方的历史文化名城广州进行游学 一说到广州 大家可能就说 北上广深四个一线城市 广州的房价贵 物价高 是吧 然后改革开放前沿 好像没什么历史 怎么跑那去了 你要有这种认识 你必须得跟我去趟广州 是吧 你想全民广三个州 海上四十支路的起点 从汉朝的时候它就发展起来了 对吧 那南越国 秦末汉初就建立了这样的国家 是吧 然后首都就在广州 五代十国都是南汉 南汉也是在广州定都 所以南越南汉这两个朝代 它的地灵 遗址 什么这些东西 在广州还完好的保留着 博物馆都有 当然了 广州更多的历史 可能都是跟这个近代相关 比如什么十三行 越海关 虎门硝烟 然后虎门要塞 还有比如说到东莞去看这个民族英雄 袁虫焕 他的故居 了解明末清初那一段波局勇轨的历史 所以如果你对这个行程比较感兴趣的话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报名了 欢迎大家踊跃参加 好 那咱们下边就开始书归正传 最近听说了一条新闻 俄罗斯航天局的前任局长 俄罗斯的前副总理 普京的忠实伴侣 光头党新纳粹的头子罗格金 冲到俄乌前线督战 到了前线之后第一件事是在指挥部举办宴会 花天酒地 被乌克兰人侦测到信号源之后 一发炮弹把指挥部给端了 然后罗格金身上几处负伤 就被抬进了医院 经医生检查之后发现虽然没有什么致命伤 不过裤裆被炸烂了 大夫就给他进行了相应的切除手术 以后罗格金就只能当太监了 不过罗老兄也不用太过上心 只要你想卫国立功 太监身份不是什么障碍 你看中国古代的太监是都能领兵打仗的 太监在中国可谓历史悠久 这门职业诞生的几百年里 主要任务是照顾宫廷的饮食起居 吃穿用肚 并不掌握什么军权 唐玄宗时期太监高丽氏立有大功 帮助李隆基铲平了太平公主的党羽 让后者成功登基 因此高丽氏被封为右肩门卫将军 右肩门卫负责宫廷守卫 属于进军之列 这是历史上太监第一次领兵 授予一位宦官为肩门卫将军 可见唐玄宗对他有多么的幸运 玄宗皇帝自己说过 立氏当上我寝则稳 他来值班领兵我就能睡着了 到了玄宗晚年 出于宠爱 皇帝干脆不叫他的名字 而是称他为将军 因此高丽氏有高将军之称 像唐朝五官阶的第一等 五官阶的第一等纵一品 镖纪大将军 只有高丽氏担任过 五官阶的第一等纵一品 整一品没有 整一品都是受于死人的 没有 最高是纵一品 文官是开府一同三司 武将就是镖纪大将军 这就是高丽氏担任 另一位皇官杨思旭 也是在几次政变中立下大功 被封为左肩门卫将军 开元初年安南梅玄城起兵叛乱 杨思旭领兵十万难征 兼敌上万 这是太监领兵作战之先河 杨思旭自己也因公升至票计大将军 也是纵一品 被封为国国公 封为公爵 跟什么秦淑宝玉石敬德 这是一个水平 当然了 无论是高丽氏还是杨思旭 他们在广大太监群体当中 都属于个例 其他太监没有机会成为指挥 太监带兵这事真正制度化 要等到安史之乱以后 玄宗仓皇入属 太子李亨北上领武称帝 视为唐宿宗 宿宗继位之后 处于战乱飘摇的时局之下 可信任的人并不多 但是一直追随自己的宦官 是这为数不多的人之一 因此就封身边的大太监李辅国 为元帅府行军司马 统领进军 打这儿起连续几位进军统帅 像成元镇 于朝恩都是太监 德宗皇帝在位 此后由于翻阵割据 地方节度使势力太大 一度造反 甚至一部分进军参与其中 叛军把皇帝赶出了长安 最后是外地军队赶来秦王 才把叛军赶走 皇帝回朝 经此一意性情大变 再也不相信统军大将 而是把进军的指挥权都交给了宦官 德宗之前即便有宦官统军 但是都是暂时性的 进军将领和士兵与统军的宦官 未必有极强的依附关系 经此一变 德宗只信任宦官 并且下令此后进军都有宦官指挥 由此宦官统帅进军成为定制 而这支军队又是唐朝中央能直接掌握的唯一军团 这么一来问题就来了 由于军权在手 宦官的势力直接影响到朝局 甚至是于皇位的更平 自德宗以后 太子想要顺利继位 往往到博得统军宦官的支持 而宦官有其他选择的话 则会对其他皇子乃至于当朝皇帝下手 宦官全是依赖于皇权不假 但他却未必依赖于唯一的皇帝 如果可以的话 这个皇帝可以被换掉的 中晚唐不少皇帝都是被太监拥立 最后死于太监之手 其中唐文宗不甘心这样的命运 在大臣的支持下发动甘露之变 想把太监群体一网打尽 不料东窗事发 大臣被杀 文宗此后沦为彻底的傀儡 自己也说过 南县受制于强诸侯 金镇受制于加农 以此言之镇待不如 周南王汉宪帝两个王国之军 是做诸侯的傀儡 而我是加奴的傀儡 这么一比 我连两个王国之军都赶不上 唐朝宦官专权现象 从德宗一直延续到昭宗 最后军阀朱温控制皇帝之后 杀了所有宦官 才解决了这个问题 不过朱温是无差别杀人 不仅杀宦官 连文官带皇帝一起杀 唐朝这些个全唤 就随着唐朝一起覆灭了 宋朝建立 吸取唐王教训 对宦官势力进行了一系列的限制 整个宋朝时期 没有发生过宦官专权的现象 同时太祖赵匡印 担心再次出现 见等拥兵自重 自立为王的情况 对武官非常忌惮 因此即便派遣军队镇压藩帮敌国 也会派宦官进行监军 宋朝的时候 太监监军超过了历朝历代 对监军职责的定义 传统意义上的监军是督查军马 看军队指挥官有没有不法行为 但是宋朝的监军可以直接进入决策层 亲自参与排兵部阵 比较有名的就是李宪和同贯 这俩 李宪虽然名为监军 非常喜欢自己亲自领兵打仗 经略和黄和辽国西夏 打得是有来有往 神宗的时候西夏内乱 皇帝玉笔亲疏 五路大军伐下 李宪不仅参与其中 而且被任命为五路诸统帅 掌有节制诸路之重权 当然了 由于西夏大搞交土战术 大搞游击战 宋军五路都无功而返 所以李宪没有发挥出来 同贯最开始只是李宪手下一名无名小卒 徽宗的时候 监军十万牺牲大军 受命攻取青海要地 在战争中 徽宗犯了打仗的瘾 开始远程发圣旨 威操战争形势 同贯能够灵活应对 偷藏圣旨 保证战士胜利 一战横扫青海草原 但是同贯自己被胜利冲昏了头脑 发兵攻打幽州的时候 不仅清敌还瞎指挥 最后是靠着金国的帮忙 才拿下了幽州 这一仗 也让金军看明白 所谓天朝上国是个什么水平 这十二军原来就这水平 所以后来为靖康之变埋下了打火索 另一个汉人政权 明朝军队里也有很多宦官 竞战之役的时候 南京很多太监逃到永乐地的军营当中 透露南京的虚实 朱棣认为太监对自己很忠心 就开始了重用宦官的先例 明朝太监有初始专征监军镇守的权利 明代的镇守守备都由宦官担任 部分禁军也由宦官统领 你像配备火器的神机营 就是由太监曹吉祥 刘永诚指挥 他们在军中的地位 甚至直接影响到了皇权斗争 天顺元年被尊为太上皇的英宗 发动夺门之变 重新当皇帝 这次政变能够成功 就靠曹吉祥刘永诚 这些有军队的太监密切配合 太监带兵这个情况一直延续到明末 甚至离闯进北京的时候 还有太监指挥的军队跟农民军交战 等到明朝覆灭之后 清朝建立 清朝同志才在制度上彻底否定了明治 结束了宦官领军的历史 通过这些故事 我们就会发现太监领兵不一定是战斗力多强 而是因为对皇帝忠心受信任 也就是说能不能打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咱们提到听话最重要 所以咱们刚才提到罗格金现在变太监 建议普京也封他个克里姆林宫门卫将军 把他的像贴在克里姆林宫普京自个卧室的门口 这手拿着个鞭 这手拿着个茧 给他贴段 本来就忠心耿耿 加上六根布权 绝对是给大帝看家护院的好材了 好了 关于古代太监领兵 咱今儿就聊这么多 欢迎您关注我的频道 加入我的会员 参加我的游学 谢谢大家